黎初夏 你给我出来 妈 黎初夏 是不是你搞的鬼 让其公司破产 是不是跟你有关系 对 就是我让他公司破产的 初夏 你胡说什么呢 我就知道是你 黎初夏 你到底用的什么手段 我能有什么手段 无非就是花点钱而已 那些股东们可说了 以后休想上他们的床 你说什么呢 黎初夏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妈 我哪有什么意思呀 我就是提醒你一下 以后报大吩咐的时候 去验一下DNA 免得白高兴一下 黎吉奇 你个贱人 妈 你不能相信他 她是故意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 我真的是清白的吗 你还配清白两分吗 这里面是证据 你自己看吧 你竟然敢偷拍我 我可没说这里面是你的照片 你怎么不打自招了 承认自己干的那些丑事了 你怎么这么卑鄙啊 我说的可都是事实 大嫂 你干都干了 你还怕人说呀 妈 你千万不要告诉陈琳 我这都是迫不得已的吗 别叫我妈 我们家里脸都叫你揪气了 还给小林带了这么多顶的热帽子 我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家 如果不这样的话 我从哪来的欠笑着你呀 大宝 妈可没让你用这种方式来孝敬他 你可闭嘴巴 都是你这个贱人搞的鬼 我可不再是以前的乡下丫头了 我的公司绝对是为你搞卡的 我不会放过你的 小夫 你帮帮我 你帮嫂子跟李初夏求求情 她平时最听你的话了 大嫂 你跟大哥的感情问题 还是让大哥自己解决吧 至于公司 怎么可能跟初夏有关系 他肯定是为了气你 才说和他有关系的 安琪 你自己做成事了 你还有脸求情 还说人家连初夏出嘴 品行不端的人 明明是你自己 你这轻浮的女人 为了钱出卖自己的身体 你根本就配不上我们家的秦礼 我现在没钱了 就配不上你们家了是吗 果然 这些你 你只是 我当成你们家的摇钱书 怎么 一个儿媳妇拿着点钱来笑声婆婆 我那是看得起你 你以为 我就那么容易被击垮 实话告诉我 我三千万乃的股票 还有很大的上涨 我还会东山外起的 你就等着后悔吧 什么三千万 你哪来了那么多钱啊 你不会拿的那两千万 也去买了股票了吧 没错呀 哪有作用 这些年 我给你给这个家 花了多少钱 这两千万是我已经得到 你 你 妈你别激动 先休休息 身体要紧啊 不起啊安琪 安琪你也太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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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面玉班的本来就是我送给妈的礼物 你怂恿妈卖了就算了 你还把钱拿走 临初夏 如果不是我说要卖 你们家能有这么多钱吗 本来呀 我赚了钱 你们还能赚点儿逛 可我现在已经不是你们家的人了 还真是可惜呀 真是不要脸 大嫂你不要太过分了 你们找谁 安琪呢 我找先安琪 你们谁呀 到我们家来干什么呀 安琪呢我找安琪 找我干什么呀 干什么 你问我们黄爷借了5万高利贷 你什么时候还 我我我不是说了吗 等股票涨了连本带息给他呀 老子去你妈的股票上涨 兄弟啊 要钱贵要钱 能不能好好说话别动手啊 我 我又不是不还钱 你们这么着急干什么呀 你不看新闻吗 你的股票大跌 你的钱估计都化上灰了赶紧还钱 不可能啊 他们说股市很好稳赚不赔的 不可能 我的2500万 这绝对不可能 连本带息一共1000万 马上还钱 否则别过我不客气 怎么1000万呀 可 可我只借了500万呀 这么几天就涨到1000万了 你们的利息也太高了吧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今天必须把这个钱还上 否则 大哥 我也是被骗了呀 那个人跟我说股票稳赚不赔的 我就信了他的我的钱全都买股票了 我现在是真的没钱了呀 别他妈废话 你还不上你找你们家里人呀 他们总有钱吧 对对对 你找他们他们有钱 他们是我婆家 我婆婆有钱 我婆婆有钱 哎哎哎 安晴 谁是你婆家了 我已经跟你断酒关系了 哎哎这位大哥 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要钱找他 我可没有 他可是用你们家名义借的钱 他还不上你们就得还 他借的钱凭什么我们来还 况且这么高额的利息 这不明摆着讹人吗 你个臭娘们 我就额你们怎么了 这1000万谁来还 我告诉你 谁借的谁还 你可别想赖上我们家 我们家可没那么多钱 哎你个臭老太婆 她是你儿媳吧 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事你们跑不了 我说你们这些要权利的 也得讲点道理吧 钱又不是我们借的 我们凭什么还呀 为你们借钱的在那 你倒是找他去啊 安晴 你自己扔的事还不赶他去解决 大哥我我没有钱 老子告诉你们 我就是道理我想问谁要钱就问谁要钱 我就找你们 老公 你他妈的敢推我 你这么指着我妈跟我老婆推你都算轻的了 我看你是活进来了 我今天打死你 我告诉你们 不管这钱是谁借的 500万 就这么几天时间 利息500万 你们这是在犯罪 信不信我报警 你他妈敢报警你试试 看我敢不敢 你他妈的还真敢报警 我叫他们 上 老公 老公 你们快放哪 老公 老公 大哥 这真不跟我的事啊 我借钱都是为了他们 他们有钱 你找他们 你找他們呀 安琪你可沒良心的 你還趕過嘴硬嗎 老公小風 你們快給我住手 放了我們 你們這是犯法的你知道嗎 犯法 老子可從來不怕犯法 老太婆拿錢走人就這麼簡單 你兒媳婦可說了 你有錢刷卡機我都帶了 可是 我真的沒有那麼多錢 我上哪來給你弄到一千萬呀 安琪你真是害死我了你 那你兒子今天可慘了